此前俄军主力从赫尔松市撤离 对俄罗斯再次造成打击 不过由于苏罗维京大将只会有序 并没有在军事上构成巨大冲击 仅是在政治上造成重大失败 如今位于顿巴斯的巴赫木特爆发激烈的战斗 如果俄军在该战场失利 则是军事上的重大失败 这将意味着俄军无法实现解放顿巴斯的目标 因此为了完成普京下达的既定目标 俄军必须要不惜代价夺取巴赫木特 近段时间俄乌在巴赫木特战场展开殊死争夺战 俄军出动了大批杀伤力恐怖的武器 包括令人闻风丧胆的温压弹 俄苏34携带温压弹 轰击乌军构筑的坚固堡垒 撬开了俄军通往腹地的大门 俄军炮兵使用飓风S多管火箭炮列阵骑射 向乌军阵地发射大量火箭弹 乌军阵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据外媒披露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 乌军伤亡骤增十倍 大约损失了一千人 现在的局势对乌军极为不利 但乌军上没有从该地区撤离的迹象 俄联军继续加强对巴赫木特的围攻 目前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 实现了对巴赫木特的合围 乌克兰国防部证实了该消息 乌军北方集群发言人称 乌军正在调整部署 向巴赫木特派遣了增援部队 部署于巴赫木特的乌军人数超万人 既有乌军的正规军 也有预备一组成的部队 此外还有数量不详的外籍雇佣兵军团 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下 乌军鸟枪换炮 装备由美制防地雷装甲车 德制重型运输装甲车 还有土耳其制防地雷装甲车等 乌军正在加快转向北约标准 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战事的日渐焦灼 俄乌两军都煞红眼了 但要消耗量猛增 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实施火力覆盖 阵地被炮弹炸得宛如月球表面 到处都是弹坑 并布士兵不完整的遗体 部分遗体已经溃烂 战场犹如人间炼狱 领冬已至巴赫木特的气温降至零下 夹杂着冰雪的水流入浅毫 俄乌士兵被迫在冰冷的泥浆里作战 在领冬天气的侵袭下 食物 冬衣 药物等物资都成为难题 这令本就血腥的战场更加残酷 七十多年前 俄乌曾在这片土地上并肩战斗 如今却在西方的操纵下同是操歌 令人感到唏嘘 和平是宝贵的 奢侈的 希望战争能结束 俄乌能早日实现和平 其实 俄军对巴赫木特的进攻 已经持续六个多月了 为什么之前迟迟打不进去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负责主攻巴赫木特的瓦格纳集团磨洋工 在长达五个月的进攻中 瓦格纳集团都在磨洋工 怕死 怕牺牲 不愿意卖命 瓦格纳集团经常是派遣数百人 组成一个攻坚小组 进入城区 稍微遇到阻力就立马退出 然后驻守在城外的炮兵对巴赫木特城猛轰 当炮战代替向战时 巴赫木特城就不可能被攻下来 乌军的防御很简单 你打炮 他们就躲到地道里 你打向战 他们就从地道里钻出来 俄军在明 乌军在暗 俄军舍不得流血 就永远攻不下巴赫木特城 巴赫木特里的每一栋楼都被炸毁了 断遍人 忽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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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赫木特仍旧在乌军手里 二是乌军对巴赫木特的防御极为顽强 这种顽强主要表现在 不怕死 不怕牺牲 乌军依靠城里的坚固攻势 死守巴赫木特 任何时候乌军出现伤亡 后方的乌军又会把缺口填上 用命换命 不死不休 为了解决这种局面 瓦格纳雇佣军从俄罗斯监狱里招募重刑囚犯 让他们充当工程的炮灰 可没有接受专业训练的重刑犯 除了增加伤亡外 效果不佳 直到赫尔松右岸丢掉后 俄军才抽掉顿巴斯民兵过来 配合瓦格纳雇佣军一起进攻巴赫木特城 这极大的加剧了巴赫木特战役的惨烈程度 俄军开启了对巴赫木特昼夜不停 全天候24小时猛攻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俄军炮火生不绝悦耳 在巴赫木特城外 肥沃的黑土地农田 已经遍布弹坑 起码有数万个弹坑 原本这些重粮食的黑土地 已经完成被炮弹所覆盖 炸成了密封窝 俄乌两军伤亡极为惨重 后方的乌克兰野战医院 昼夜不停地接收伤兵 一车又一车的伤兵 源源不断地被拉往医院救治 俄军方面也同样损失惨重 每天在巴赫木特的阵亡人数 就高达数百人 无数的俄军士兵尸体被就地掩埋 其中顿巴斯民兵伤亡最大 可这种24小时的全天候炮战 取得的战果还不如此前的重刑犯 在使用重刑犯进攻时 瓦格纳雇佣军至少打入了巴赫木特城中 夺取了外围的垃圾处理场和立交桥 一度突进到市区的家具厂附近 可而今进攻烈度大幅提升后 俄军反而没有前进一步 完全停在了巴赫木特城的外围 当俄军进攻时 乌军炮火就会密集覆盖 俄军根本摸不到巴赫木特城 而乌军也不得不随时为巷战做准备 在城里部署大量步兵 这些步兵在俄军更密集的炮火覆盖下 同样伤亡不断 巴赫木特城打成了一战时的反尔登绞肉机 俄军攻不进去 乌军不敢撤退气城 双方在各自的阵地中 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 除了丢下一堆又一堆的尸体外 两军都无法前进半步 这是人间炼狱死亡之城 据欧盟统计 乌军阵亡人数已经超过十万 而俄军阵亡人数也已越来越接近于九万 包括顿巴斯民兵在内 但我认为 乌军的真实阵亡人数 至少是俄军的两倍以上 损伤国际雇佣兵 乌军阵亡人数起码在二十万以上 现在的压力仍旧在俄军身上 随着英国援助的硫磺石反坦克导弹的到来 还有美国正准备援助给乌克兰的小型精确炸弹 乌军的火炮打击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对俄军而言 坏消息是这种小型炸弹误差仅五米 是由航空炸弹改装而来 原本是配套给A-10攻击机用的 经过改装后 乌军可以通过火箭发射 一次骑射十二枚 相当于一架A-10攻击机的满载攻击力 好消息是 美军把航空炸弹改装成地面发射使用 就预示着 金东乌军很可能得不到A-10攻击机了 俄乌双方仍将以地面战为主 血肉末防模式 将成为俄乌两军的主要作战模式 俄军已经把所有行政机构 都撤退到马里乌波尔 等到地面结冰 道路变硬 俄乌在扎波罗热的新一轮大战也将要开始了 在俄乌冲突进入顿巴斯地区之后 双方开始长时间的拉扯 期间乌克兰取得哈尔科夫大姐 俄军撤离赫尔松之后 乌军成功入驻 但是真正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双方依旧在多个地区进行缠斗 其中交火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就是巴赫木特 据悉俄罗斯已经先后围绕这一地区 展开正面强攻五个月的时间 但是依旧没有彻底拿下 目前的局势很明朗 俄军重点攻击巴赫木特两翼防御松懈的村镇 试图施行包饺子战略 第一是让俄军熬战五个月的时间 这一地区有什么特别之处 首当其冲的就是战略纵深问题 顿巴斯的双层大纵深让俄军的进攻显得疲软 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战略的据点太多 而进入乌克兰的俄军太少 无法对所有战线上的据点实施占领 导致乌军能够不断地找到突破口 其次就是乌克兰再次发挥地下战术 大量的部队进入地下攻势进行反击 这导致俄军即便占领地面据点 也无法肃清当地的乌军反抗力量 这里不同于钢铁厂 面积更大的地下攻势繁多 根本无法彻底毒死 第二是顿涅茨克 对于整个乌克兰来说并不算大 但是仅仅顿涅茨克州 面积就达到1万平方公里 30万俄联军扔进去 多少有点被人海淹没的感觉 这也是俄军在多个战区 都无法取得彻底成功的原因 俄罗斯的应对方式只能放弃一部分阵地 例如此前如果俄军不放弃赫尔松 那么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在顿涅茨克展开猛攻 加上俄军要面子 对于平民采取人道主义 虽然花费巨大的代价进行空袭 但是并没有地毯式的青角 所以很难让乌军的有生力量失去生机 第三是俄罗斯能够赢得战争吗 在我看来俄罗斯没有获胜的机会 如果想美国学习可能还有点希望 现在的问题很明显 俄军人少想要防守的地方大 那么想要破局最直接的就是青角 对乌克兰有生力量进行无差别打击